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既然明日多 不妨再偷偷 好诗 好诗呀 我能要把它打印出来 贴在墙上 表在客厅里 茶几上放一枚红印尼 每次客人来了 我就逼他们手动点赞 我觉得有时候拖延症 是对快节奏生活的无声反抗 现代人都太急了 急着八点起床 急着六点下班 每个人的生活节奏如此的一致 把个性全部都抹杀了 我心里预期的工作状态呢 就和现行的朝九晚五相去深远 我呢 是怎么想的呢 我就是不想上班啊 不想上班 我宁愿每天骑着摩托车都风 我都不想上班 天才比其他 天才是这样玩转摩托车的 我要飞得更高 等等我吧 快 等等等等 算了 你走吧 我就喜欢体验你这飞一般的感觉 我猜到了这开头 却没猜中的结局 天才动物们是这样相处的 亲爱的 我帮你把毛舔干净 这样仆人就不会比你洗澡 还是你想的招打 来 爸爸 而奇葩动物却是这样相处的 你是谁家的 来我家干什么 我说祖人帮我回来的 相信你祖人吗 经过我同意了吗 就乱用祖人 路线不停易增后 我吓得狗子打分 天才是这样使用缝纫机的 不仅能缝衣服 冠军还能用来写字 而奇葩却是这样的 戴上安全帽 整理好手套 就可以开始彩虹连机了